请接牌 来宾一同接牌 那台湾首间的分局形式实验室 在屏东陷阱局东港分局正式落成 近年来反手法热心热意 除于县城采货相关机阵外 仍需进一步以化学试剂或光源加以显现 为了建制独立且完善优质的实验室 让建设人员可以快速进行处理 屏陷阱局规划在东港分局四楼空间 建制形式实验室 内设有排气柜 指纹烟熏箱 暗房 实验桌等完善设备 大幅提升各项机阵的前处理品质 我们这个形式实验室它设立的缘由 最主要是我们行案现场的勘掌 除了现场我们采取相关机阵之外 我们也有很多的证物 必须带到形式实验室来做进一步的处理 比如说我们车上的宝座体 那我们用指纹烟熏箱来采证 用完荧光粉末之后 然后我们再开这个所谓的多波浴光源 许多相关机阵是要相关实验仪器 才能进行辨识 不怪于各分局听设空间有限 一望除了陷阱局外 各分局尚未监制独立实验室 以致监视人员常以采证后 周车劳顿将物证送至陷阱局进行处理 陆今分局有了自己的实验室 将可以大大提升监视采证的品质 发挥最大战力 形式实验室对我们现场采证人员 是非常的重要 那东港分局呢 他就刚好在四楼这个空间上 有给我们一个很妥善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村获局长在去年的支持 可以编绿议算 让我们的工人在现场战场上 有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空间 那增信了我们这个形式实验室的设置 可以让我们的工长分局的采证的工人上 和采证能量大5的一个提升 另外东港分局也特别成立建设小队 由警局建设科派驻建设巡官领队 增进东港分局的形式建设采证能量 然后未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 也将持续规划并建置其余分局的实验室 积极打击犯罪 维护治安 守护屏东县民的居家安全 屏东新闻部亭张志豪采访报道